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咱们就开始磨刀 将牙膏挤在刀刃的两面 接着用手将牙膏涂抹均匀 将碗刀扑过来放点食盐 还有白醋 用手搅拌一下 食盐是颗粒状 起到摩擦的作用 把菜刀斜着20度角沿着一个方向抹 一分钟就行 把牙膏洗掉 我们看一下效果 切一下这个生姜 看到没有 非常锋利 第二个方法 准备一个容器 找适量的清水 加入适量的食盐 搅拌一下 把刀刀刃放进去 浸泡20分钟 20分钟后 把刀切出来 放在陶瓷碗上面磨 两面总共磨了一分钟 我们看一下效果 这是刚才切的直角 非常容易就切开了 为什么以上挤压磨东西比磨刀石还厉害呢 其实原理非常简单 白醋有去除锈剂的作用 牙膏有活化钢铁的作用 会使菜刀表面变软 陶瓷底部 一圈非常坚硬粗糙 类似磨刀石 刀面和瓷器底部产生很大的摩擦力 从外把刀磨得锋利就是这么简单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